台湾的精致农业非常厉害 但农民除了生鲜之外 还能不能变出新花样呢 这一对地瓜夫妻就非常厉害 老公是云林的瓜四代 种出来的地瓜又甜又绵 香气浓郁 不少台北客会刻意杀到田里买地瓜 而老婆把地瓜做成了小时候 在湖南老家吃的零嘴地瓜条 QQ弹弹很像天然的软糖 在台湾妈妈圈引起共鸣 也让市场刮目相看 小朋友 集合快点 捡地瓜 以前人太厉害了 花很大的力气 并不是像看起来很简单 看起 看它在挖很简单 真的是 吃奶的力量走出来 云林是台湾最顶呱呱的县市 临近海边狂暴的东北季风经常造访 刺骨地温恶劣天后成了地瓜最好的滋养 种植面积占了全台三分之一 还甜度高 口感浓眠 我们这冬天衣服在穿的时候 要穿那个类似鱼那种 不能透风进去 不然你穿多少件都没有用 它就是这样的铁子它没大 它没办法穿衣衫 它就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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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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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做装修当老板 偶尔才回家帮手 但随着老爸七十股息逐渐年迈 吴宏杰决心贴身照顾父母 承接祖传 他有时候累的是怎样 他回去就洗完澡 就怕他完全不动 你叫他不动 我有时候很担心 到底怎么办 我差不多每一年都在叫他转行 他有时候为了这个吵架 吵了很多次后 我想说算了吧 而且想说人生就那么短了十年 做他开心事就好 但因为他跟我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你叫我做其他的我不喜欢 做这个你也累死我也甘愿 所以那句话之后我就死心了 老婆乐乐在湖南老家是美容化妆师 对田地的农物完全不熟 但舍不得先生一个人养家操劳 一驾到台湾就兴松松地 当起农妇捡地瓜 第一年在撒乎乎的 那个时候没有下过田 跟他们去田里挖 那没办了 我很勤奋地挖 结果第二天我没办法爬楼梯 我是指甲真的又爬上去了 那个脚就不自然就一直抖一直抖 我还问他说我脚怎么了 我脚怎么了 超紧的 他在那边坐我是不是心里偷笑 我在笑的时候明天就知道了 你不敢说 我说没有了 他有跟我讲说你小心一点 明天我想说这有什么 你们有在剪 我在剪 我说那是阿婆他们都六七十岁的剪 我那么年轻还会输吗 结果第二天真的输了 尽管体力活包不上 乐乐还是想要分摊 于是在传统的通路大盘商之外 到处参展摆摊 试着开发散客的市场 靠着老公的甜美地瓜养出一批熟客老桃 很多从台北 台南 还有多六经常有客人是专程过来的 他们会过来顺便玩一下 去天里玩一下 熟客的订单大大鼓舞了乐乐 除了卖生地瓜也开始变新花样 尝试制作各种零嘴 翩翩地瓜的身材经常歪起扭巴 奔放发展 单式前世削皮就耗去了大半时间 老公看了火大爆炸 是这种他处理起来很费工 不好修皮 差不多多两倍的时间 他就一直反对啊 他说做这个又赚不得钱 又累你做这个干嘛 我天天对他叫累 他这么辛苦啊 我经常对他叫累 他很生气 就像他做地瓜样 他那么累你为什么会做累 即便老公不断劝阻 乐乐依旧坚定 因为小时候妈妈就经常把地瓜做成零嘴 整到手头再晒个半干 绝感变得Q弹 每一条都像天然的软糖 乐乐手发开麦就复刻儿时的古早味 我妈 你傻了吗 你怎么做这个 这个很累耶 你干嘛 他那时候好反弹 我就说 我那时候开始是骗他 我说没有没有 我是做了自己吃而已 他说好 我这样就怎么怎么做 也难怪老妈反对到底 地瓜全甸甸的搬上扛下都要靠体力 做一点当自己的点心还可以 但要大量生产做生意 终究要考验体能激励 好等一下我晕下气 刚开始真的扛不动啊 很下心来用力搬啊 然后他们各个都笑 哎怎么地瓜都托不动啊 我说那个50台斤耶 怎么托得动很重耶 我现在搬起来就走 很多北部下来客人说下来 天啊妹妹你那么瘦 你可以搬得动啊 我说你天下来我们家搬 你会搬得动的 原本瘦瘦弱弱的美容师 婴儿变身女力士 身子骨是甜甜抗疫 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摆脱不了出货的乐趣 就我的那个香味 哦 好香哦 有一股那个幸福的感觉 他每一次都拍给我看 说你看我小孩吃 你在地瓜刚多开心啊 当年妈妈为他做的爱心 在台湾的妈妈圈引起了共鸣 乐乐更加倍投入 把地瓜融入各种糕点里 其中地瓜蛋卷 相相酥酥的非常讨喜 原本很没冷对的老公 也终于心软 客人来买地瓜说 哎呀你试一下 这个是我 我没做的 你吃过来就好吃的 我在里面一直偷笑 从生鲜农产到严生淋嘴 两岸夫妻同心携手 为寻常的地瓜 创出千百姿态 又让市场刮目相看 葱草 不妙 不妙 料 motive 这种放送 不妙 怎么给其他人 就是 或者是